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Joyce 母亲节快到你 是不是很烦恼啊 在学校要做什么东西 让小朋友去庆祝这个母亲节 那除了康乃馨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我现在就在这边提供你们一个非常好玩的亲子活动 那我就要为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做亲子 首先呢 我准备了这个瓦楞子 因为它是有波浪状的 所以我们叫它瓦楞子 其实这个在书店里都买得到 或者文具店 那我会准备两种不同的颜色 那等一下搭上去的话就会很好看 那另外呢 我还准备了这个东西 叫做有造型的亮片 那这个也是很容易就可以取得 而且也不会很贵 那它有各种不同的造型 那这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装饰我们的相框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 这个稍微要花一点钱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贵 就是串珠 这些串珠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珠珠 另外还有一些是写字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有准备了 就是我们在相框上面 会写上 Mommy I love you 这几个字 所以我也准备了这几个字样 那另外呢 这个在大卖场里面 或者是7-11 应该都可以买得到吧 就是这种通心面 通心面 那这些通心面啊 是还蛮可爱的 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 也来做一些装饰 这些都是很容易可以取得的东西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造型的泡棉 就是各种颜色的造型泡棉 还有各种样式 星星啊 或者一个爱星啊 还有大的爱星啊 所以这个泡棉 也可以准备一下 好 再来呢 我们要开始做咯 首先呢 画出一个星形 那我这边已经是画好剪裁下来的 那另外呢 你再做一个 我今天 现在用的是另外一个颜色 把它搭上去 那这个星呢 比原先这个小一点 那中间 我有把它挖空 所以这样子啊 等一下会有立体感 那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 像框的这个框的部分 所以让它有层次感 那再来呢 我准备了双面胶 首先我们要将这一个 有镂空的部分 把它贴到这个上面 那我们贴的方法呢 是贴这一面 这一边跟这一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贴 因为我们要让它开口 等一下我们要放相片进去 OK 那我现在把它黏上去 都贴了双面胶 然后我现在把它黏在另外一片的正中央 好 看 这样就初步了 就完成一个相框的框了 那刚刚我有讲过啊 上面不要黏 OK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完成了之后呢 我先拿一个照片 来放给你看一下 来 这个是我跟我儿子的照片 可爱吧 好 现在啊 我就这样子放下去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那既然现在啊 看起来就是初步的就完成了 可是还是看起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很丰富的样子 所以现在呢 就用我刚刚准备的一些东西 来帮他做旁边的造型 这个亲子活动呢 可以是 爸爸妈妈跟小孩一起做 所以你在学校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 其实是还蛮好玩的 因为请他们带他们最喜欢的照片来 然后呢 做完之后啊 其实剪的部分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剪 那在黏这些小饰品的时候 可以请小朋友做 因为很简单 我们就用glu 就是姜糊啊 或者是白胶啊 然后拿个棉花棒 让小朋友把东西贴上去 其实他们也会很有成就感的 好 这边呢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我用串珠的这些有字的这个串珠 做了一个mommy i love you 在上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写自己的名字啊 所以看你现成手上有什么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用粘的 用酱糊粘上去 所以小朋友其实不用限制他 他想要粘多少就让他粘 因为他们会从中间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另外呢 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蛮酷的 小朋友也蛮喜欢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亮粉 那这种亮粉呢 我这边有准备了四个颜色 那其实这些都还蛮好玩的 那要怎么弄呢 基本上啊 就是把这个沾上一点胶 在这个边缘 在那个我们的瓦楞纸上面 然后呢 只要打开 用转的喔 它这个有动 好像胡椒罐一样 那你就把它撒下去 看 它就自动粘上去了 而且呢 小朋友会觉得很过瘾喔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的东西 你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好了的话 如果好了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种打洞机 就是像这种打洞的 然后在上面呢 打两个洞 这边一个洞 这边一个洞 这边再一个洞 那打洞要做什么 其实可以 我们可以用绳子啊 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就可以掉在车上啦 掉在家里的某一个地方 让这个东西 变得很有收藏的价值 又可以当做装饰品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很棒的亲子作品 另外还可以用这个毛根来做 那因为毛根它本身里面有铁丝在里面 所以你只要把它凹过来啊 其实就可以把它卡住了 然后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好 现在陆续完成了之后呢 我再把照片塞回去 那其实啊 你也可以把照片就放着 然后再来黏 也可以照片最后弄 哇 今天我们做了两个 还蛮可爱的相框 然后呢 希望这对你的教学有帮助 你可以试试看哦 这个月的母亲节活动 你可以试试看 那其实呢 这里不光是指用在母亲节 在父亲节啊 或是任何的节日 都是适用的 OK OK This is Joyce You're watching Seek It's Rock I'll see you next time